前院是非常地宽闊 第一 楼底非常之高 它有一辣窗 大窗 感覺是很清新 還有很有空間感 豪宅的氣派 真的很舒適 我們整間的精髓 一萬呎的地 是用得著的地 超大的檸檬 如果懂得欣賞的人士 是非常欣賞的 養魚 養龜 鴨仔 這裡也沒問題 聽清澈的流水聲 整個人很放鬆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cy Tan 山藩市灣區地產經紀 今天我想帶大家來到這個全新listing 這個listing位於東灣的Casual Valley 500以下的一個山區 叫做Five Ganyans這個社區 這間屋有五房 三個廁所 二千九百九十二呎 最重要就是佔地面積 佔地面積是有一萬呎以上 再加上大家身後看看 它是三個車房 而且前院是非常地寬闊 所以可以說是Casual Valley的一個豪宅 想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一起去看看吧 這個太陽能不單是環保 這麼大一間屋的電費 亦都省了不少 我們一進到這間屋 左邊就有一個樓梯 其實這個樓梯是非常地好的 因為有很多樓梯都會直接對著正門 變成很多東西中國人不喜歡衝著 這間屋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走進來就有一個 living room 這裏也是足夠可以放到兩張沙發和一個茶几 面積相當之不小 這間屋給我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是因為它是第一 樓底非常之高 第二就是它有一勒窗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窗 是真的一勒大窗 還有上面都有窗 基本上你進來都不用開燈 已經是非常光亮 感覺是很清新 還有很有空間感 這裏就是一個餐桌 坐眼看你應該是可以再放一張大一點的桌 來到坐多10人8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會見到這一個位置就是一個廚房 廚房其實它不算很大 不過它是good size的 再加上它有一個pantry 我經常都說pantry很重要 因為你真的可以放到不少東西 廚房也是屬於開放式的一個廚房 廚房的旁邊就有一個玻璃門 我們一間會出去介紹一下backyard 這邊就是一個family room 它有它的火爐 其實可以放一個電視在這裡 你可以看電視 這個plan是絕對不小的 我們一路走過來這條走廊 這個for plan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feature是一房一次 即是如果你有老人家 又或者你想有visitor過來的時候 上面和下面完全可以做到一個分隔 你這個房間絕對可以做一個office 它也是用有兩對門去開 非常之浩宅feel 洗手間不在這個房間裡 這個bathroom是大家可以share的 至少下面也有一個full bath office的旁邊 又或者backroom旁邊就是一個洗衣房 在上面也做了很多的櫃 讓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而且它也有自己的升盤 在這個launch room的旁邊 就有車房了 車房就是非常之巨大 裡面可以拍到三輛車 外面也可以拍三輛車 有六輛車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條樓梯也是微微型的旋轉樓梯 它又轉不完 所以它也是非常之省位 上面就是採用了一個地毯 那我們不如直進去主人房看看 主人房也是用了這個箱門來開的 就是有一個豪宅的氣派 進來這間主人房是很大 它也有很多窗 非常之光猛 它直對就是這個厚壓 很清楚看到這個厚壓 真的很舒適 感覺上好像很開揚 雖然對面也是有房子的 但起碼有一個這麼大的厚壓 隨時都可以下去玩玩玩看書 沒有問題 closet 就有兩邊的closet 這邊也是屬於一個walking closet 也是整個櫃 左邊也是一個closet 它是比較小的 我猜吧 這邊小一點當然是給男主人 大一點當然是給女主人 進來這個洗手間 它有兩邊的升盤 大家在繁忙時間都不用搶了 你看到這個top 它有些水可以出來按摩浴池 在top旁邊就是shower store shower store的面積都不小 樓上二樓就有一個主人房的套間 加上三個房間 再加多一個full bathroom 主人房的左手邊的房間 就是對著一個side yard的位置 房間的大小其實很適中 對著就有兩間房間 首先我們去左手邊的房間 就不止一個大窗 它是有多兩個小窗邊 它是屬於向街道的一個位置 也是非常之光猛 它也有一個walk-in closet 而walk-in closet 也是做了它的custom櫃 變成非常之方便 旁邊這一間房間 是一個窗 而它也是對著旁邊的鄰居 它可以放到一個queen size的床 但感覺上是小一點的 不過它又有這個walk-in closet 三間房間就share這個洗手間 而這個洗手間也是一個double thing 再加上是一個用tub的浴室 來到我們整間房間的精髓 Single Family這間房間的重點 就是快地 因為其實在Five Canyon 要不就看到view 可能你的lock size也大 但是它有斜坡 所以你用得著的地 不是真的這麼大 但是這間房間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你擁有1萬呎的地 是用得著的地 首先它是用了concrete 砌了磚 也有真的草 這個yard的旁邊 也有果樹 超大的檸檬 旁邊這一個 如果懂得欣賞的人士 是非常欣賞的 因為這個假山 相信之前的屋主真的做了不少錢 你可以養魚 養龜 鴨仔也沒問題 我相信 聽聽清澈的流水聲 哇 整個人很放鬆 這裡有一棵很茂盛的果樹 不過其實我是不知道 是什麼生果 這個就是一個涼體的位置 招呼一下朋友 坐在這裡聽水聲 吃生果 吃檸檬 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之好 這個outdoor kitchen 也是這間屋的賣點 如果你喜歡 在戶外煮東西 非常之適合你 這個草坪的area 其實是你可以放幾張桌 我相信這個位置 你應該可以放到 八至九張桌 可以嗎 這樣就可以在這裡開party 我們有兩邊的side out 而這兩邊的side out 也是不小的 是挺寬闊的 我們看看這邊 其實它已經有一些泥 好像一格格 是給你種植物 上面的地方 也是種了一些玫瑰花 它也有自己一個storage Catchel Rally 在整個三藩市灣區來說 就是屬於非常之中心的一個城市 而Five Canyon 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社區 可以說 那些屋一出來就沒有 一出來就沒有 那1152間屋在Five Canyon 平均每年是賣十多間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turnover rate 是非常之少 這裡的屋 特別是大屋 有差不多近3000呎的屋 基本上是非常之鶴屎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Five Canyon 在Five Canyon市區也是非常之安全 你可以看到街道也是寬闊 還有這裡雖然有H.O.A. 但是H.O.A.是很便宜的 每個月是幾十塊的價錢 一季是收192塊左右 現在每個月是不到50元 50元的H.O.A. 通常你會說 我什麼都不包 Single Family 它有一個Clubhouse 有一個Five Canyon 它有它的泳池 網球場 另外一個優點 當然是學區 因為它的小學 初中和高中 都是八分 七分 九分 所以學區來說 也是屬於Casual Valley學區的 非常高級別 這次我們開了一個非常之吸引的價錢 168萬一錄法 想看看 究竟我們這間屋 到最後有多少人會鏡頭 還有價錢會去到哪裏